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感谢大家 Hello大家好 我是宇哥 欢迎收看养鱼乐趣多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实验室第7周的实验结果 影片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忘记对焦所以 一开始影片会有点模糊 化学组的部分已经培养完成 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或是扩培 而鸡蛋组 还有ABIOS组 奶粉组 颜色跟上个礼拜一样 这个部分我还是会继续记录 直到培养完成或是 宣告失败 这边看到的是 12月19号培养的光合菌 它已经培养完成可以使用 色泽 偏暗红色 味道浓液 我把它扩培成 5瓶6公升 每瓶浓度20% 这一次化学培养的配方有稍微调整 6公升的部分 使用吉隆肥料是 3号6公克 微量元素使用 6mol 酵母6公克 乙酸钠30克 食盐3公克 传统味精18克 本配方由李小白大大分享 仅供大家参考 请依照个人需求 调整添加量的多寡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